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也就是12月26日 中国各大网站都在刷屏一条新闻 这就是12月25日 中国证监会发出通告 责令滞留美国的亿万富豪贾跃亭 在六天之内回国 对此身在美国的贾跃亭 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可是他在微博上就发了一条圣诞祝福的帖子 并且还配了一张贾跃亭 他在美国开办的汽车公司的合影 在这个照片中 有几百人就围着七辆 就是酷似法拉第跑车的那个样车 在他周围大约有几百人的样子 那么照片上的这些人 都是贾跃亭在美国公司的员工吗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那个七辆样车 据说是贾跃亭 他在美国开发出来的未来汽车 显然了贾跃亭 他对中国证监会 要求他在六天之内回国的通知 可以说是支支不理 那么中国证监会 为什么要求贾跃亭 在六天之内回国呢 贾跃亭这个人 他是中国乐视网的前任董事长 中国的乐视网 他是一家主打视频节目的网络公司 贾跃亭 他是乐视网的创办人 他也是中国的亿万富豪了 从2014年开始 贾跃亭就又开始进军汽车行业 据说他要打造超级的未来汽车 2016年 贾跃亭声称他融资到了10亿美元 于是就成立乐视汽车公司 并且在美国内华达州 就建立了乐视汽车的北美总部 他要在美国开发所谓的超级汽车 那么这是中国的证监会 为什么要找这个贾跃亭的麻烦呢 那是因为中国方面称啊 就是这个中国的乐视网 他现在拖欠银行债务已经达到100多亿 所以要求啊 贾跃亭回国处理 这个乐视网公司的债务问题 不过呢 贾跃亭啊 他已经在2017年的7月份 他就辞去了乐视网的董事长 他现在只是担任乐视汽车公司的董事长 如果单纯从法律上来说 贾跃亭他辞职之后 他就已经跟乐视网公司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嘛 但是中国方面指称就是贾跃亭 他是乐视网的实际控制人 所以呢 他们要求贾跃亭啊 马上回国处理这个乐视网的债务问题 那么贾跃亭是什么时候辞去乐视网董事长的职务的呢 2017年7月5日 也就是贾跃亭宣布辞去乐视网董事长的前一天 贾跃亭从中国来到美国 当时啊 他说去美国是为了乐视汽车公司的融资问题 到美国的时间啊 仅仅是两个星期 可是贾跃亭到了美国之后 他马上就宣布辞去乐视网的董事长 并且啊 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回中国了 而且也没有准备和中国的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中国建政会就发出了通告 要责令贾跃亭啊 在六天之内回国 处理再无人 在中国的职监会发出对贾跃亭的限期回国令之后呢 中国网友的他的最大的关心的话题就是 贾跃亭如果他到期不回国怎么办 中国的法律专家他是这样解释 他说贾跃亭的问题啊 是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 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债务纠纷了 他不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 既然贾跃亭他不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呢 那就也不可能用引渡的措施 把贾跃亭从美国引渡回中国了 这样一来呢 中国证监会对贾跃亭发出这个限期回国令 他就只是一个行政命令 并不具有法律的效率 其实啊 法律专家也就是告诉大家说 贾跃亭不回国的话 中国拿他也没有办法 除非贾跃亭本人主动愿意回国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 可以强迫贾跃亭回国了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贾跃亭去的是美国 如果贾跃亭去的是其他国家 那情况可能是又不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吧 对于很多人来说 到了美国就意味着安全 贾跃亭啊 当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更加有意思的是 因为贾跃亭的债务问题啊 不久前就是12月13日 中国法院啊 就把贾跃亭一家都列入了欠债不还的 所谓老赖名单 对他们做出了消费限制令 因为贾跃亭他是在美国嘛 所以直接啊 这个这个法律生效啊 就是对于贾跃亭的妻子甘薇 他就直接就生效了 法院啊就对甘薇啊 就做出了严格的消费限制令 不准他坐飞机 不准坐高铁 不准住新级的酒店 而且呢 你要用信用卡刷卡 每次只能用2000元 而且据说啊 甘薇的护照已经交到法院被扣押 也就是禁止甘薇出境了 可是在这一次的圣诞节 甘薇啊 他却在美国露面了 他跟贾跃亭在美国团聚了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中国的网民就议论说啊 是法院把甘薇的护照还给甘薇了 还是甘薇有两本护照呢 也就是说法院扣押了一本 甘薇还有另外一本 他照样可以出国 不管怎么说吧 既然贾跃亭的妻子甘薇 他也到了美国 那么贾跃亭回国 就可以说更加遥遥无期了 说到这里呢 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贾跃亭这个人 贾跃亭的发家啊 应该说跟令计划家族 是有密切关系的 贾跃亭出生于1974年 今年43岁 山西人 贾跃亭的学习成绩可以说不算太好吧 他1992年考入了三西柴税专科学校 在这里学了三年 根据柴税学校的同学回忆说啊 贾跃亭的学习成绩呢 算是中等 但他计算机学的特别好 贾跃亭在财税学校就交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好运 就是他结识了同班同学李立 而李立的父亲李广斌呢 他是三西省的就是一个贫困县的元曲县的副县长 那么1995年贾跃亭毕业之后啊 他就跟这个李立就结婚了 而且呢跟着李立一起就到了这个元曲县 他就在元曲县的就是地税局啊 就当一个网络技术员 后来呢 贾跃亭又在他岳父的帮助下 就在元曲县就开办了一个名叫卓越实业公司的一个公司 但是呢贾跃亭搞的这个公司啊 并没有盈利 后来啊 贾跃亭他又开办了乐视网 但是呢也并没有怎么盈利 但在这时贾跃亭交到了人生的第二个好运 就是他有幸结识了原中央办公室主任 就是那个被拿下的著名大老虎令计划的弟弟 令完成 因为令计划一家都是山西人了 贾跃亭他也是山西人 所以呢贾跃亭跟令完成两个人就有同乡之意 于是令完成他就是当时掌控一个创投公司 叫做惠金立方 怎么令完成的公司啊 就开始向贾跃亭的乐视网开始投资了 在此之后贾跃亭的发展就像身上绑了火箭一样 一下子就串生起来了 贾跃亭的乐视网当时作为一个小视频网站 居然在不到十年间啊就发展为市值高达530亿的一个超级公司 创造了中国的一个奇迹啊 贾跃亭本人呢 他也挤身于中国的亿万富豪之列 他成为了中国A股市场这个创业版的首富 2008年贾跃亭是第三次结婚 他的妻子啊是号称金城四美的女演员甘薇 2014年底令计划倒台 2015年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啊就出逃美国 在此之后啊贾跃亭可以说就失去靠山了 当然了贾跃亭这个人他头脑是很灵活的 他在失去靠山之后他马上就开始为自己打造后路 于是呢就有了现在贾跃亭滞留美国不归的事情 不少中国人认为贾跃亭的钱是不易制裁 他应该回国伏法 进而这些人他又对美国保护中国这些所谓经济罪犯呢 表示强烈的愤怒 这种说法在狭义上来说啊 他是正确的 因为的确有不少人啊 他在美他在这个本国他通过一些欺诈的手段骗到一笔钱之后 他一转身跑到美国在美国啊就过起了这个富翁的生活了 而且呢本国对这个在美国的人他也没有办法 比如说一个例子就是前些时候啊 2017年7月19日啊就有报道说啊 泰国的一个和尚叫做乌拉普他呢就从美国啊就被引渡回泰国了 那么这个乌拉普啊他在泰国啊骗了一大笔钱之后他在2013年就跑到美国就开始当富豪了 而且呢经常在网上还要发布他的一些豪宅坐私人飞机那个照片啊 他在那炫富了 这样呢就引起了泰国人的气愤 就说你们你这个人 骗了一大笔钱呢 他就跑到美国啊去享受了 那么一直到2017年呢 美国才最终就同意把这个乌拉普就引渡回泰国 这件事情啊在美国可以说是算是一件比较例外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美国要保护那些持有来历不明财产的外国富豪呢 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啊 应该先看两个相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外国富豪为什么要到美国去躲避债务 他不是去其他国家而是选择去美国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为什么没有美国的富豪 他在美国骗了一大笔钱之后 跑到外国去躲避债务 到外国去当富翁的 其实这两个问题啊 答案只是一个 因为一个人他拥有了一大笔财富之后 那怎么保护你的财富 这就成为了这个富豪的首要问题了 富豪想要保护自己的财富啊 不外乎两个办法 第一个呢是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第二个呢就是利用权力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那么在美国一些发达国家 他们的富豪啊都是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财富了 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 只要你守法的话 你呢虽然有很多钱 但也不会被遭到这个别人敲诈你的财富的危险 可是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 他不是法治国家了 在那的富豪啊 你就必须依靠权力来保护你的财富了 也就是说 在那里的富豪 你必须跟当地的政府官员 警察军队有一些特殊的关系 你才能保护你的财富 那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有一个美国人 他在美国 骗了一大笔钱之后 他跑到一个拉美国家去躲在 这样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首先啊 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来说 突然来了一个外国富豪 这个呢 就是一个天赐良机的敲诈的机会了 这个美国富豪啊 在这个拉美国家落地之后 马上就会有政府官员去找他了 就对他说 你要是不拿出多少多少钱来 你就不能离开这里 在这个时候啊 你所有的保镖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嘛 因为你保镖才有几个人啊 你到了人家的地盘呢 搞死你就是叫做一如反掌了 所以说 美国的富豪他为了买性命啊 他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 给这个政府官员 把这个政府官员打发走了 政府官员刚走 警察局长马上他又来了 他就对这个美国富豪说啊 你要是不拿出多少多少钱来 我们就要请你进警察局 这时候美国富豪为了买命啊 他又不得不再拿出一大笔钱来 把这个警察局长打发走了 警察局长刚走 黑社会的头目又来了 他就对富豪说 你要是不拿出多少多少钱来 你的脑袋就会搬家了 那么美国富豪为了买病 他不得不再次拿出一大笔钱来 把这个黑社会的头目打发走 这样啊 你用不了多久 美国富豪啊 他就会被敲诈 叫做分文全无啊 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 因此 美国富豪如果你离开了美国 你就等于是离开了法律的保护了 美国富豪到其他国家去 你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外来户了 你也得不到权利的保护 一个富豪你既然失去了法律的保护 又没有权利的保护 那就是死路一条嘛 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所以没有什么美国人 美国富豪骗了一大笔钱之后 跑到外国去躲避债务的事情 那么外国富豪为什么要选择到美国来躲避债务呢 这同样就是因为美国是法律国家嘛 你一个没有任何权利的外国人 到了美国也同样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 所以呢 外国富豪他就必然要选择到美国去躲遮了 他就不会跑到那些没有法治的 没有法律的第三世界国家去躲遮了 而且呢 美国这个法律是非常的繁杂 你要打一个官司啊 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特别是涉及外国人的官司 你打起来是更麻烦的 所以说外国富豪到了美国之后啊 基本上他就可以钻美国法律的空子 可以说他就可以安全的在美国生活下去了 那么也许有人会说啊 美国为什么你不改进一下你的法律呢 你可以把这个审案的速度可以加快一点吗 不要搞得那么繁杂吗 这个呢 其实又牵扯到美国的司法的思想 中国的司法思想啊 他叫做宁可错抓一千 不能放过一个 美国的司法思想是 这个司法思想是正好是相反的 叫做宁可放过一千 不能错抓一个 美国他既然是宁可放过一千 不能错抓一个 所以他这个司法过程必然是非常 这个繁杂 非常漫长的 因为他就是要防止你万一出了错误 万一错抓一个人 所以他宁可搞得那么繁杂 他也不能让你错抓一个 当然了美国这种 所以叫做宁可放过一千 不能错抓一个这么一个法律思想 也就让一些人啊 可以钻法律的控制 但总体上来看呢 你宁可放过一千 不能错抓一个 这样的法律啊 他对于保护好人来说 他是一个利大于弊的事情 这个呢 应该说是法治国家的一个优点 而不能说他是一个缺点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